大家好,晚安,接著熊的現場 我們先帶你來關注的是 中飛之間在南海的衝突又在起 這個是菲律賓的漁業局的船隻 10月8號在南海的黃岩島的海域 說是遭到了中國的海警的船艦 噴射強力的水柱 而現在最新的畫面也曝光了 一起來看 這是菲律賓的漁業局 就表示說有三艘飛國的船隻 在8號的時候在黃岩島附近的這邊作業 而他們主要的工作是要向 菲律賓的漁民提供補給時 其中有一艘船隻遭到中國大陸的海警船 噴射強力的水柱 而隨後到了海警就發布消息指出 海警他們是在這個黃岩島附近的海域 對於非法清闖的菲律賓的卡巴伊洛 拿都號桑迪拿都號的 兩艘飛國的漁政船 依法驅離中國大陸海警3301艦 在警告無效的狀況之下 就動用水炮對非國的船隻 進行必要的管制 強調現場的作業是正當 而且合法的 好 非國現在接連就指控大陸的海警 在當地的活動頻頻 甚至說在8號的這一起 是在黃岩島使用了高壓水炮 驅離非國的船隻 而他們重申當時的非國船隻 是在執行例行的運捕任務 給海上的這些漁民來使用 但是三艘的中國大陸的海警船 還有一艘中國大陸的海軍的船隻 是步步進逼非國的船隻 並且進行跟蹤 然後後來就使用水炮驅離 但是這個大陸的海警就強調說 是因為非國的船隻已經進入了中國大陸 他們認為這個地方是屬於他們的這個海域的部分 所以才會做出這些行動 強調是有全程跟階 並且依法採取了管控的措施 但強調說在這個水炮驅離的過程 是沒有人員受傷的 解放軍在南海這邊動作頻頻 而最新則是南部戰區也宣布 在這幾天在南海的一個某個海域 實施航空兵組織跨昼夜的防空實彈演練 精準的實施精準打擊 那麼也考驗的是官兵快速反應作戰能力 好 同時間呢 這個是日本的海上自衛隊 他們先前發布了一個情資顯示 解放軍是以遼寧艦為首的海軍航艦編隊 在1號的時候進入到非國附近的海域 這是南部的蘇拉威西海 並且接下來它的路徑很有可能會進入到了印度洋 那如果真的屬實的話 就會是解放軍軍艦首度進入印度洋 好 當然現在中飛之間 在南海的局域不斷 而非國也積極 他們是積極的來結盟 畢竟這個兵力的部分 軍力的部分跟中國大陸的確是有落差的 好 非國現在 現在他們先前呢 是跟這個南韓的尹錫瑞總統來會面之後 雙方就確認要升級 南韓 菲律賓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 要同意維護的是南海的航行自由 而小馬克是 他現在又簽署了另外一項新的法令 是要積極發展非國的 這個國造的能力 國防國造的能力 當然這重點就是要因應地緣政治的挑戰 好 那另外呢 當然非國最重要的盟友就是美國了 現在美飛為首 在這個南海附近的海域又有另外一起軍事上的演習 包括了這一次是有六個國家參與 跟這個日本 澳洲 加拿大 還有法國 是在菲律賓旅宋島北部面向台灣的沿海的海域 來實施軍演 這一場軍演它的名字是SamaSama 它的意思是團結互助 那演練的重點主要是反潛艇 反水面 還有防空作戰為期兩週 主要就是要加強區域合作 夥伴之間的一些安全的合作